不过之前有人说天刀是一款不甘不磕的良心游戏 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玩家都觉得这人是神经病吧 你不要相信他他神经病啊 没想到天刀真的会有那么一天 这两天体验了天刀的鲜油色 真的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里边的一些感受 但是因为签了这个保密协议 所以没办法跟大家放这个画面和说这些内容 据说有一些投铁的兄弟已经把一些信息透露出去了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天刀要转座赛季制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因为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官方已经大大烈烈的公布了 提出了五星 哪五星呢? 新纪元世界 新门牌不朽 新隔绝重生 新美学圣夜 新宇宙无限 除了这个新美学有点看不懂之外 其他的四点我觉得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这改动之大真的让人惊叹 也正因为改动太大了 所以我非常好奇腾讯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有一个可能就是新开一批赛季服 也就是现有的服和赛季服是完全区隔开的 然后各不互通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部分的数据可以继承到赛季服 比如说一些时装啊 一些称号啊等等 一些装饰的东西可以继承到赛季服 但是呢 其他的一些科技能项目呢 可以进行一定比例的补偿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 并不是说官方今后是一定会这么做的 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 觉得怎么样的方法能够更会让你有回来玩的冲动 然后呢也不损害那些科技玩家的利益 前段时间我拍摄做了一个视频 说天召的老玩家收到了一个 关于赛季制的调查问卷 然后这个视频呢 其实播放量不算太高 大概四万多 但是评论有七百多条 根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其实他们的策划也有看到这个视频 然后下面的很多的建议还好 然后一些想法也好 策划都是有看到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 如果是一个天召二百在你的眼前 你是更愿意继承原本的数据 然后比如说你以前是磕了一些心的 但是可能那些都在新的版本里面没用了 你会怎么样 你会愿意回来玩这个游戏吗 或者你是一名科技玩家 现在还在玩天召的 但是你可能之前花费的很多钱 都不是太有作用了 你会怎么样 你会A吗 或者你会有什么赏板 都可以讲一讲